两个美国大兵来伊拉克执行任务 刚进村就遭遇武装分子阻击 两人且战且退 一路逃到楼顶 武装分子不依不饶 在楼下疯狂扫射 这一下怕是要完 大兵满心遗憾 一拳砸了下去 空中救援及时赶到 不仅吓走武装分子 还炸出了弟弟遗迹 大兵向上级做了汇报 准备进洞探查 就在这时金发姐突然出现 给了阿汤哥一耳光 不用说肯定是欠了风流债 金发姐是考古学家 看到弟弟生动大感震惊 这雕像明明是埃及文物 怎么会出现在中东呢 事出反常必有蹊跷 三人带上设备潜入生动 里面有个水银池 周围竖着六尊铜像 阿汤哥是个操汉 丝毫不懂保护文物 直接一枪触发了机关 很快一座棺木就从池中浮起 大群蜘蛛也蜂拥而至 把三人吓得够呛 阿汤哥看了一眼棺木 没想到竟然产生通灵 棺木里面是一位埃及公主 她原本是家族独苗 被定为法老继承人 然而天公不作美 法老又生出二胎 而且还是个儿子 公主眼见皇位不保 于是发动仪式 召唤出邪神赛斯 邪神给了她强大的力量 还有一把邪神匕首 公主拿着匕首 先是父后是弟 接着还打算用匕首 让邪神附身人体 就在仪式进行之时 卫兵及时赶到阻止了她 为了惩罚公主的罪行 卫兵将她做成活体木乃伊 还将棺木埋在了中东 现在棺木重现人事 恐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很快 军方就派出直升机 将棺木运到了基地 探险三人组登上大飞机 运送棺木回国 飞机刚升空 胡子哥就不慎中毒 丧失了心去 士兵发现她举止怪异 上前阻止 没想到胡子哥竟然直接上刀 宋士兵领了盒饭 阿汤哥还没弄清状况 胡子哥就朝她刺来 迫不得已之下 阿汤哥只好扣动扳机 一枪打不死 那就再补两枪 胡子哥刚搞定 飞机却开始剧烈颠簸 阿汤哥来到驾驶室 只见一群乌鸦急速涌来 瞬间撞破了飞机玻璃 很快 飞机就失去了平衡 这下怕是真的要完 因为发动机受损 飞机无法再次升空 更要命的是 这么大一架飞机上 居然只有一套救生衣 眼看飞机就要坠落 阿汤哥强装英雄 送走金发姐 接着就和飞机一起 坠向了地面 金发姐逃出升天 伤心不已 她来到停尸房 确认尸体 没想到阿汤哥 竟然死而复生 完好的皮肤 完全看不出来 遭遇了空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汤哥也是一头雾水 她只知道 脑中开始出现幻觉 胡子哥一直缠着她 还说两人都中了公主的诅咒 这也是她死而复生的原因 阿汤哥将这些怪事告诉了金发姐 金发姐不愧是考古学家 很快就给出推断 根据古籍记载 邪神匕首上有颗红宝石 为了阻止邪神降临人间 埃及王室将宝石卸下 和刀身分开存放 后来宝石落到了十字军手中 和骑士一起进了坟墓 就在前不久 骑士坟墓已经重现人间 而坟墓的地址 就在他们坠机点附近 阿汤哥这一下终于明白 自己是被公主看上 要用她的身体复活邪神 两人来到坠机点附近 探查情况 没想到公主已经复活 她指挥干尸将阿汤哥抓住 接着朝她刺出了匕首 定睛一看 匕首上的红宝石竟然没了 没了宝石 还怎么召唤邪神呢 就在这时 金发姐也赶了过来 公主放下手头的阿汤哥 冲上去将她一把掐住 没了公主的威慑 阿汤哥迅速搞定几个干尸 接着又从背后偷袭了公主 金发姐趁机抽走匕首 和阿汤哥一起逃了出去 两人坐上汽车 飞速逃离 然而汽车刚上路 就遭遇干尸阻击 打斗之中 汽车遭遇车祸 不幸翻车 很快 公主就赶了过来 阿汤哥操起木棍 上前战斗 结果被公主轻松KO 眼看金发姐就要遭殃 一根飞刺突然袭来 勾住了公主 赶来的人马将公主抓住 还将阿汤哥带去了实验室 抓人的是一位教授 他打算将公主解剖 进行研究 为了抑制公主的力量 教授还将水银灌入公主体内 让她无法挣脱 阿汤哥因为被公主看上 同样成了实验对象 教授打算找来宝石 召唤出邪神之力 然而计划还没开始 教授就阴谋暴露 阿汤哥瞅准时机 送他领了盒饭 公主那边也没有座椅待毙 他悄悄召唤出毒蜘蛛 控制住工程人员 接着停止控制系统 将水银全部吐了出来 水银溢除 公主瞬间恢复了力量 一个保安不知死活 跑过来找查 结果惨遭公主蹂躏 连日的折磨让公主怒意满点 他催动咒语 开始释放可怕的力量 一瞬间玻璃被纷纷震碎 阿汤哥和金发姐不停逃命 碎玻璃在后头紧追不舍 两人一路逃到街上 然而前路却被堵死 公主催动法力 所到之处全都化为鸡粉 这是来自亡灵的怒意 在城市上空无情飘荡 就在阿汤哥绝望之时 胡子哥的亡灵突然出现 将他带进了地下通道 原来公主并不想杀他 复活邪神 还得借用他的身体 但是金发姐就没那么好命了 公主派出亡灵大军 准备把他吸成干湿 阿汤哥还惦记着风流寨 自然不能让金发姐就此嗝屁 两人顺着地下通道 逃进一个水库 然而公主还是找了过来 他将金发姐拖进深水 最后溺死在水底 公主已经找到红宝石 想和阿汤哥完成仪式 只可惜强扭的瓜不甜 阿汤哥并不想和公主 做一对亡灵夫妻 他趁公主松懈时 抢来邪神匕首 还打算将宝石彻底毁掉 公主劝他说 成为邪神 就能拥有掌控生死的力量 你一点都不想吗 阿汤哥看了看金发姐尸体 突然有了主意 他挥动匕首 给了自己一刀 很快 阿汤哥就获得了邪神之力 拥有力量之后 阿汤哥没有迷失 他抓住公主 将她轻松制服 就这样 千年老厨女墙上未成 结果反被吸干 解决公主后 阿汤哥动用邪神之力 复活了金发姐 从此以后 风流寨又可以继续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